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怜的小弟被自己喉咙里的血淹死 当场死亡 疯狗屠库朝着断气的小弟继续一顿暴打 接着再让另外一个大块手下把尸体给随便埋了 跟屠库相比啊 男主和杰西便是绵羊 两人目睹屠库打死手下 换句话说啊 就是这一场谋杀的目击者 离开前啊 屠库对两人说了一句 这语带双关的指的含义可以是没你们的事了 也可以是你们完蛋了 可想而知啊 这位两人的心里带来了强烈的冲击 男主回到家中啊 傻傻重复按着电视遥控器 脑中陷入一片空白 甚至听不到空姐的呼唤 男主接着抱住空姐 情绪一个崩溃 并企图用霸王印上弓来发泄心中的恐惧与不安 结果啊 当然被空姐喝止了 空姐以为啊 男主是因为恐惧癌症而在发泄绝望 殊不知啊 事情已经到了生死街头的紧张地步 另一方面 杰西同样的惶惶不可终日 而他应对恐慌的机制便是购买一把手枪作为防身之用 他甚至向男主提议 干脆在下一轮交易 直接对图库连开几枪 一了百了啊 嘿 当然啊 这个计划说是很简单 但真正要执行起来却根本不容易 两人作为入门罪犯 又怎么能够与图库硬碰硬呢 好了 故事来到玛丽这一边 话说啊 玛丽偷窃被空姐发现 却厚脸皮不承认摆在眼前的事实 反而啊 一直给空姐打笔话留言 说着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 一整把人当傻逼的概念 身为老公的汉克 为他约时间与心理医生见面 玛丽却找了一堆借口拒绝治疗 一个不爽 还用车子免坏隔壁邻居家小孩的玩具车 这一件性格是有够恶劣的啦 面对如此固执任性的妻子 汉克实在是束手无情 于是便找了空姐 希望他能够听一听玛丽的电话 把话说清楚 这里补充回顾一下 早前在婴儿派对 当玛丽把昂贵头饰送给空姐的时候 看汉克的表情便可以得知 他一直都知道自己老婆患有偷窃品 这位警务人员的他 不但没有积极采取行动 反而一再纵容 当空姐听到这里时 终于忍不住爆发内心激烈已久的情绪 想想自己高龄怀孕 儿子叛逆 经济状况紧张 现在老公得了癌症 还整日玩失踪 反之啊 玛丽生活安乐 却喜欢偷窃 相比之下 自己才是真正需要得到别人帮助的人吧 事后 汉克回到警察局 从伙伴口中得知 化学仓库假案被刀的事情 看着这两个笨手笨脚的小贼 汉克马上就推断出 他们一定是擅长化学的入门毒贩 空有理论知识 却没有实战经验 这里汉克还提到 但愿这两个新手会先被警方抓到 而不是被墨西哥的毒孝集团给发现哦 画面切换到男主这一边 夜晚时分啊 家门外停着一辆可疑的车辆 似乎监视男主的一举一动 在这种敌暗我名的情况下 男主担心的 在窗口说了整整一番 车业未免 结果整个人变得精神稀稀 空姐看出男主在隐藏这些什么 但询问之下得来的却只有谎言 诶 实在是心灰意冷啊 但这样下去实在不是办法 男主找了杰西 拿出一包绝命武器 碧麻豆 是的 看这包看似无害的豆子 却可以提炼出碧麻毒素 而这种剧毒物质 可以杀人于无形 在尸检也不容易被发现 正是对付图库的最好武器 科普融化呢 两人随即展开了提炼工作 眼下只剩一个问题 如何让图库吃下这个碧麻毒素呢 对此男主早已有了对策 就是把毒药 渗入一把冰毒中 到时随便说说什么 研制了新的冰毒配方 爱毒如命的图库 必定会试用一番 就在这个时候 男主电话响起 是汉克的电话 他打来告诉男主 早前空姐崩溃的事情 说着说着 汉克提到了凶案现场的尸体 最后还发照片给男主看 只见凶案现场躺着了两具尸体 一具是被图库打死的小弟 而另一具竟然是大块头小弟 男主立马意识到 图库正在杀人灭口 这就意味着 自己和杰西便是下一个目标 于是 男主立马赶回家中 把私藏的钱全部拿出来 大概是准备 在七儿连夜逃离小镇 但他意想不到的是 此刻的汉克 仔细检查凶案现场的尸体 这才发现 大块头小弟 根本就不是被人所杀 而在埋尸的时候 不小心被重物压伤 失血过多而死了 这下尴尬了 男主不寻常的行为受到空姐的逼问 正准备把一切从十招来 却突然间接到杰西的电话 杰西开着车子 来到男主家门口 他到底是想干什么呢 这时 图库持枪从后座冒了出来 并逼迫男主上车 而这一集就这样结束 相比于第一季 这一季的剧情发展特别迅速 本以为 男主与图库的冲突 应该需要一段时间才爆发 没有想到 这一段交易合作关系 这么快便闹翻了 要换作是行事走肉 两人之间的矛盾 应该可以脱克一两季吧 最后一幕 图库挟持走男主和杰西 到底他有何打算呢 又纯粹只是想要找人陪葬 另外有一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集的标题是737 这含义不明的数字 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当然啦 片中男主曾与杰西提到 他需要73.7万美金 来保障他家人的未来 但737 就真的是指这个意思吗 这里先卖个关子 日后实际到了 再跟大家说明这个彩蛋吧 今天就说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个绝命毒师系列的话 记得点赞留言 还有订阅频道 并且点击小铃铛 还有要大大力 大大力的分享出去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